我們昨天才跟大家聊到00940募報啦 哎呀你要小心啊 結果今天成分股出現大跌 這個行情怎麼看 還有哦 華城已經有人喊850塊的目標價了 你有追蹤我的Lite 現在這個類股要怎麼看 務必掌握哦 歡迎收看標股控盤數 我是陳俊言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台北股市今天又是動盪的一天 但是我相信 你今天盤前有鎖定我Lite的提醒 你一定可以發現 今天的氛圍跟昨天不一樣 因為今天漲停板的股票 恢復正常了 比跌停的還要多 甚至你只要掌握住 不要胡亂去追已經飆一段的股票 今天這個跌停板 你就不會變成受害者 那當然了 昨天的節目我們有特別聊到 哎呦那個00940募報了 有史以來 哇這個募集階段那個規模就破千億 現在已經有人在含2000億 當然 那當然這邊央行 居然會說 哦啊小心 羊群效應 結果今天00940的成分股 出現大跌 那你有沒有追 特別留意我們跟大家聊到了 這個時間點你務必要去找接棒的股票 不是哦 那個媒體新聞已經大公開的股票 媒體新聞已經公開出來的股票 那基本上都已經是準備你要找賣點了 好不好特別留意哦 你有加入我Lite我早上盤錢 8點半不到我就已經提醒了 像我們那個神機 漢堂 那個都是我們在過年之前就已經在會員卡位 底部卡位好的 所以你現在那種00940 已經4月1號要掛牌 我們握有它的成分股 是準備輕鬆找賣點 你怎麼可能會是這個階段啊 新聞媒體公告 哇那個規模破千億成分股哪幾檔 你就趕快跳進去買 不是啦 順序要搞對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來那當然了 今天00940的成分股被殺 大跌 啊你現在要怎麼看 我們先談到第一個啦 割韭菜的是誰 不是外資啦 我相信今天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說 還是跟昨天一樣 跟上個禮拜五 那個2萬的時候 哇 36檔跌停板的時候 很多人都以為外資大賣 不是啦 外資今天人家還是買超的啦 特別留意哦 那個00940 這個出現那個成分股的大跌 其實都是自營商搞的鬼啦 自營商很喜歡做這種事情啊 你只要大肆的報導 尤其當然了 今天來講 盤前是報導很多了 因為真的討論的太熱絡 有人喊2000億規模 那元大那邊也緊急說 哦這邊哦 你已經有申購 不代表你一定有哦 太誇張了 然後變自營商自己在那邊趁亂割韭菜 但我相信就是說這個時間你有加入我的Lite 我們就已經提醒了 什麼股票你應該要來做接手 來 很多人老是漢堂打跌停啊 請請啊 來 你昨天有沒有看節目 那個你知道我們昨天節目才跟大家來聊到說 我會員的成本在276啊 我們在這邊底部早就已經部署好 就等他最後一波拉台 結果你看到00940好熱 哇告訴你我漢堂 真的跳進去買了 投資朋友你加我Lite 從1月2月漢堂我提醒你幾次 你怎麼到現在才在買 我的Lite已經兩個禮拜告訴你漢堂 不是你該買的因為他已經漲停板了 你應該買另外一檔台積電供應鏈的股票 對吧 那當然這一邊來講的話3005的神機 一樣 如果你跟我的會員一樣都在這一邊就卡位好了 你這一個時間點只是等00940掛牌4月1號 等著要怎麼樣獲利出清 你怎麼會是現在才要去買3005神機 對吧 特別有意 當然其他來講不是每一檔都是我的股票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這個時間點 你務必要知道 像這種利多已經爆發出來了 然後全市場大家都在申購 火牆爆了木爆了這樣子 你要問你自己成份股 媒體新聞都幫大家整理出來了 你如果不是在這一邊 我們聊到說 那個底部放量有沒有 那月線已經完成卡位3月份放量了 我們已經教大家從禮拜五上個禮拜五 禮拜一禮拜二 昨天也跟大家再複習一次 我總共交4天了 你想一下 這個00940的成份股 像新普京打跌停 你如果不是在月線這一邊打底的時候 你就已經買進了 你等到3月份這一邊人家大力多的爆出來 你當然你在這邊買 你當然 跌停板就有你的啦 我希望這個時間點 大家務必要在好好思考一下 為什麼舅老師會趕著在上個禮拜五 跟大家去聊到 低檔接棒的股票 他會有什麼績效 外資會用什麼手法 因為這個已經是 10多年前 沿下來從陳沖防線 以前馬總統的時代 那個陳沖是當時候 陳沖防線是當時候的行政院副院長 後面他有接隔魁 他那個時候政府要去護盤 抓外資底部抄底 然後就從底部這樣翻起來 外資索馬的股票 政府在那個時期的方法就沿用到現在了 所以舅老師是因為過去的經驗 所以可以抓到這些股票 已經從底部接棒了 我才可以帶會員 已經怎麼樣 提前做好卡位 不用等到3月份底部放量了 這邊才進來追美女新聞 那現在來講5483中美金 大家都知道00940的成分股 媒體新聞都已經整理列表出來了 你還敢買 我們在低檔卡位的這一邊就是等著 哇那個 募集大力多出來了 好掛牌了 我們等著那一個獲利了結 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來 所以你現在要買的是什麼股票 後續準備要接棒的股票 你現在要知道 就要是已經在我們上個月2月份 2月底的時候就跟他談到就說 政策的概念股 尤其漲電價 我相信你有看節目 我們都已經跟他談到就說 這個族群你一定要知道 準備要往上來做一個衝刺了 你如果前面沒有部署的話 那真的 現在你就要留意說 領頭羊已經創新高了 後面會接棒的股票 現在還在月線那邊打底 已經開始在出量了 你要趕快進來買 你要趕快進去逢低卡位好不好 來我講什麼 華城啦 昨天漲停板 今天第二根漲停板 你現在難道要去買華城嗎 當然啦 你有看節目都知道 就是說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這種是族群領頭羊的個股 他就是用五日線來看 當然他是接棒的股票 他是用月線 如果是領頭羊像華城 像中興店這種 我們的節目就已經跟大家特別去聊過 今天中興店沒有漲 但是你會發現 他破五日線之後 不到三天 就直接的站回到五日線 漲停板不重要啦 重要的是領頭羊的股票 在五日線這邊有買盤的力道來撐著 不需要拉漲停板 但是他可以知道就是說 這個行情後面準備接棒的股票 在月線這一邊準備接棒的股票 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還沒噴出去之前 你要懂得來做卡位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來 那華城我相信就是說 我看我的節目加入我的Lite 你大家都已經不陌生了 我們其實在二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跟大家去強調 而且已經跟大家複習過了 我們直接來看一段 二月底那個時候的節目畫面 來 你有家務的Lite都知道指標股是1519華城 1519華城 我們在過年前就已經分享給大家了 我們一聊到這個已經是500塊的股票了 500塊的股票不是許多投資朋友 每個人都可以駕馭的 但是我要告訴你他是領頭羊 你要怎麼看 我相信你有看我的節目 你這一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好好思考一下 我們當時候跟大家去聊華城 除了政策概念股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這幾個字 記不記得立台 我們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立台這一檔股票的時候 就是因為卷值比 立台後面來講 整個農曆年假過後噴出去漲不擴大 現在創新高的那個華城 他卷值比有73.5%以上 請問現在 領頭羊會嘎空 那其他的還沒漲的族群個股 會不會有所表現 我問大家這句話就好了 我Lite早就已經分享給大家 是有哪些個股 所以你看華城這個時間點 哎呦 股價在這一邊不會動 他代表是什麼 有人在偷偷的在 去壓抑這個股價的成本 偷偷在做一個集結 手中的持股 為了就是後續 有一個利多的反應 好 那我相信剛剛看的非常清楚 我們在2月21號就已經跟大家強調了 拷勸之比會嘎空 再來是什麼 他的股價壓縮等的就是什麼 政策的利多 所以你要趕快去找 那一些會被帶動的股票 來 好我相信你有看節目 2月底到現在 那包含就是說上個禮拜 我們特別節目花時間 台積電對 大盤供萬九 台積電 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已經要在 大家看我節目你要知道 你現在不是要再去想台積電 不是再去想晶圓代工廠了 我知道世界先進最近不錯 但是我已經提醒你了 政府要漲電價 你就不要再去買那個晶圓代工廠的股票 特別留意哦 我們3月8號3個禮拜節目 就已經特別跟大家強調這件事情哦 所以你現在資金要馬上的 趕快去卡位 由華城這一邊會帶動起來的電力族群 包含了後面 會被帶動了智慧電網股票 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那我相信就是說 剛剛2月21號是我節目的畫面 那個日重播的畫面 那我相信就是說 比如說嘎空 華高隆高卷資比 華城的手法 我們那個時候講過 那我相信就說 你是股市福利社的粉絲 2月21號那一天 我們也其實也是在那個 股市福利社裡面 特別去強調這件事情 我們等的就是這個 那個榮卷嘎空然後爆發 當時候也是一樣 我相信就說這個節目畫面 這個是我應該認得出來吧 同一個人 那華城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卷資比73.55%對不對 啊這一邊就特別去強調了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特別留意哦 大盤還是處在一個 嘎空的格局哦 我們已經跟大家 強調了兩個禮拜了哦 我們都跟大家聊說 大盤還在時日線上方哦 所以你特別留意 現在整個台北股市 是處在一個嘎空的狀態哦 好不好 那你今天來講的話 盤前 那個新聞沒你寫那麼大了 你多久之前就高 然後就聽我跟大家來聊到 現在大法是嘎空手勢 來 我們就談到哦 這邊很重要 因為那個 我在節目上不會跟大家 聊太艱深的 你如果說要我跟他講財報 我要跟大家說 講說我這個 本益比高不高 或者是這一邊來講的話 哦這個營收啊獲利狀態怎麼樣 我也可以講 但是問題是你看節目 對你的操作有沒有實質直接的幫助 沒有啊 你還是一樣一看 我說老師那個財報那麼好 啊為什麼會跌 老師這個跌我好害怕哦 那財報很好又怎麼樣 我不如給大家說 跟你的操作直接相關的方式啊 來 你今天才看到哦 媒體那個報紙 直接頭滿頭告訴你 榮券回補槽 投資朋友 你看我的節目 多久之前我就能告訴你 大盤在嘎空 台北股市在嘎空 這一條時日線啊 我說二月份 講到現在啊 大盤你就不用 台北股市不用看什麼 十日線 這一條大盤的十日線 10MA一直以來 不管跌停股票36檔 還是跌停的股票比漲停的多 他都在十日線上方 所以你如果用你的哦 那個肉眼覺得哦 賣壓好重 嘿2萬是空頭 2萬這一邊過不去是反壓 那你很容易中計哦 特別留意哦 如果你有記得的話 我們在228之前 228之前怎麼樣 嘿那個時候萬9 那個時候還沒過1萬9 1萬9這一邊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228之前 他三次看到1萬9都殺下來 三次看到1萬9都是開高走低 很多人就是被騙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1萬9之後 很多股票都被殺下來 然後打跌停板 很多人就說 哇 1萬9這邊有反壓過不了 結果空單一進去 十日線沒有破 空單進去 一進入3月份 馬上嘎起來 現在他在做什麼 複製228之前 1萬9 你看到那個 一過賣壓下來 現在什麼 特別做什麼 2萬啊 現在從1萬9進步到2萬了 他特別在做那個2萬 你只要過2萬 都有視覺的賣壓下來 股票打跌停給你 讓你被洗出場 讓你不敢做託啦 說白一點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被那個視覺效果給騙了 所以從1萬9空到現在 2萬這邊還在找空點 特別留意這個真的 我必須替那一些被軋空的投資朋友 真的覺得很可惜 那我也覺得很遺憾 但是我希望說 你看我的節目這個時間點 你想要賺錢 就要抓住法人資金 尤其外資玩這個手法 已經玩超過1個月 快要2個月的時間了 你不能上當 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來 那這個時間點 我們都把報章媒體的 那個資訊拿出來比對 然後你仔細想一下 你看JR老師的節目 是不是領先他 我告訴你那個軋空 至少起碼贏這個報紙一個月吧 你幹我的節目 我多久之前都告訴你 大盤就是沿著14000往上走 你不要去猜高點 你把你的個股 接棒的股票買好 後面就等著往上 往上創新高 你做好這件事情 接下來這一段的軋空行情 過2萬 看到2萬 站上2萬 你自然而然就有股票 漲停板等著要賣 切記 JR老師已經告訴大家這個重點很久了 那當然剛剛我跟大家回顧華城 你看我的節目加我Lite 也知道 他是我的股票 我多久之前就告訴你了 但是我要 你 沒有跟在第一波買華城的 你不要追那個500多塊的華城 雖然現在漲停板拉到600塊以上 但是我要告訴你華城 他可以帶動相關族群的股票 從底部這樣翻起來 你的資金如果沒有辦法去駕馭 中高價股的話 華城他所帶動的那一些的 中小型股平價股 他可以幫助你 那個價差你也可以賺的到 所以現在這樣 政策的利多 我在2月底已經預告 現在大家都可以看的到了 那市場也喊 華城850塊 很多人今天就問JR老師 都會留言給JR老師說 老師 你看好華城會上800嗎 你的會員目標價設定800嗎 我跟你說我沒有 我跟我的持股會員講 尤其是我的清代跟那一個精英會員 我跟他們說 時間才是重點 華城他現在是走軋空 榮券軋空 剛剛你看那個重播畫面 你大家都知道 我們已經預告在前面了 那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要去抓那個榮券軋空 什麼時候走完 不是抓這個850塊 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你手中有華城 或者是 你手中有中心店 你手中有做到亞歷的 或者是你這一邊手中還有市店的 我市店這一邊會員要賣 你加入我的Lite 你大概就知道說 我那個會員出清了 我會把那個圖傳給你 好吧 你至少會跟那個前面的神盾 萬潤 安格 這些股票一樣 我把圖傳給你就知道 這個我已經賣了 我會跟你講說 我已經出清了 你至少不會 那個我出清了 然後你還死抱著還去催他 不會啦 好不好 特別留意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要你跟我的會員 一起去卡位 會被華城帶動的股票 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現在很多都在月線那邊打底 剛開始出量而已 你千萬一定要跟上 好不好 亞歷二世 我們已經跟他邀請了 上個禮拜跟大家聊過了 他還在合理股價的範圍 最近開始蠢蠢欲動了 你不要他突破了 突破我會員所設定的成本區了 那個時候如果拉漲停 那你再去追 就 我必須講 如果華城的軋空力道 他融券軋空用完了 那你剛好跳進去追 那你可能風險會相對比較高哦 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另外亞歷三世 我已經告訴你 這一檔亞歷三世 我選的是他的產業機器 從谷底翻身上來的 我帶會員卡位 所以現在來講月線打底非常漂亮 我們逢低卡位 後面我們要一起贏得勝利哦 謝謝 我Lite這邊後續會來跟大家分享這些股票 但是我必須要在這邊很直接告訴你哦 你等到我Lite這邊分享出來的時候 代表的是我的會員基本上都已經買好了哦 我們在前面的節目已經告訴大家3月15號了 3月15號 我在節目上每天寫3月15號 3月15號之前我基本上就是要帶我的新的會員 3月的會員就是要卡位好這些股票了哦 你到後面等著 我們等的就是華盛什麼時候軋空力道用完哦 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那這邊來講的話 我相信你今天盤前 我們就已經特別在Lite這邊特別提醒 你會知道為什麼我在盤前8點27分 你有加Lite小老鼠J78的投資朋友 你把手機拿出來 8點27分還沒開盤 開盤前半小時啊 好不好 我已經特別把這一段話再寫出來了 我已經把這一段話特別寫出來 你到收盤 哦哦盤中的賣壓 台北股市今天尾盤翻紅 台北股市大盤今天尾盤翻紅 你盤中的賣壓我怕是哈 你尾盤翻紅 今天漲停的股票比跌停的多呢 跟昨天完全顛倒過來呢 我是今天炒上8點27分8點8不到開盤前超過半小時 我就提醒你這世界不要被賣壓嚇唬住呢 好吧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現在很多的投資朋友現在會看到散熱族群到底要買什麼 今天旗紅打跌停 很多老師可不可以怎麼辦 可不可以買 特別留意啊 我們已經特別跟大家聊到了散熱族群 他當然他已經是走一大段的股票了 那當然這個族群他還蠻強的 但是我不要你再去買雙紅跟極紅了 我們雖然在節目上告訴大家 那個怎麼來去看強勢領頭羊的方法 有沒有那個股價那個回跌有沒有辦法就再拉起來 我們雖然已經分享了 但是我還是提醒你說這個時間點 既然市場都已經知道水冷散熱 所以我們已經幫大家挑出來 後面水冷散熱會接棒的股票 所以我們其實在Lite今天盤錢就已經提醒了 而且我已經告訴你 我交了幾天 交了4天的月限買盤 好不好 我前面從上個禮拜五交到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我交4天了 昨天節目你有沒有看 你看我的節目追蹤我的Lite 你看我的節目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你絕對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裡面重要資訊 我都把那個外資手法事先告訴你 好不好那這檔股票 我希望我們開始在鎖定他有沒有個承接的買點 那我希望就是說我把股票拿放給你 那你不要再去想說那個很高檔的 那個高檔的股票 那你如果說那個人家來做換股了 結果你 那個去追高剛好跳進去怎麼辦 特別留意 就像大盤一樣 我們已經談了 賣壓出來 或者是外資如果又出現賣超 第一個先不要害怕 跌不恐怖 恐怖可怕的是你看不懂那個跌是人家在做換股 你在股票市場裡面最可惜是什麼事情 人家在下跌做換股 醞釀下一波攻勢 結果你看不懂 第一個 手中買對的股票 隨便亂賣 第二個 不曉得那個低點底部就在你面前 要讓你買 結果你不敢買 大盤1月17號 這個畫面到現在 如果大家都記得的話 當時候 我標題直接把它留記錄 你知道嗎 那一天外資賣超800多億 史上第三大賣超記錄 我當時候直接告訴你 你該害怕嗎 你應該要去低接股票 所以現在很多股票 那個時候是絕佳買點 華城就是了 中興店也是 雅力也是 那當然很強的 九陽那個時候也是買點 好不好 特別留意 當時候大盤是什麼 破季線的 那個就是大盤日線圖 當時候還沒過18000 殺下來 這一條季線跌破 很多人嚇死了 我直接在節目上畫給你看 有下就有上 先下後上 來 時間絕對可以證明 教老師 預告在前面的事情 你如果有聽 這一段的行情 你一定參與在裡面 來 我多久之前就告訴你十日線了 剛剛1月17號畫面 就是在這裡 後面上十日線之後 一路到現在 從來沒有跌破過 多久的時間 你那個時候相信我 跟著我一起來抄底 一起來去低檔卡位的股票 漢堂到現在 你準備人家那個 00940掛牌 你準備 誒獲利出清 3005神機 誒我準備獲利出清了 你哪是 現在才去追 現在華城 已經幾根漲停板了 4根漲停板了 我們準備要看他 擱空力道要不要結束 融券要不要用完了 我們準備要做最後一波 賣出的動作了 中興店也是 雅力 第二波的公司要起來了 所以3月份的新會員 我們帶他的是什麼 低檔卡位 那是在底部後面會接棒的股票 當我們那一個中興店 雅力 那個華城 四店 最後面的拉台 我的那個資深會員 馮高獲利了結之後 後面資金收回來 就是跟我3月的新會員 一起去承接拉那一些 底部接棒翻起來的 電力族群的股票 你知道嗎 這一波台北股是多漂亮啊 中間如果你記得的話 那個時候揮打股價曾經暴跌 美國股市曾經動盪 可是台北股是走的那麼前 很重要哦 屈老師不是在炫耀 而是我告訴大家 你既然已經錯過前面底部的機會 那你現在就更要去鎖定 接棒的股票在哪裡 接棒的股票 你現在不買 難道你要等到 3月下旬飆起來才用追的 或者是人家4月份要賣了 結果你去追那個拉起來的股票 特別留意哦 現在接棒的股票 我們要賣是鎖定什麼 4月了哦 4月他會飆出來讓我們賣哦 到時候你4月要追我們要賣的股票 那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哦 所以特別留意哦 我們其實在那個LINE 已經告訴大家了 而且你追蹤我的節目 我們其實告訴大家外資在大賣的時候 人家在做換股 外資每一次哦 從今年哦 那個選舉過後啦 就1月17號過後啦 剛剛那個節目的截圖都有弄出來 我們就跟大家提到外資賣超 他是在做換股 他在做換股 包含了今天00940 哦那個賣壓出來 搞鬼的是自營商不是外資啦 好不好 所以你手中來講的話 剛好有去追的投資朋友 特別留意 你要懂得去抓賣點好不好 那這個時間 我希望我的LINE你要好好利用 小老鼠J78 因為我們都會在裡面分享關鍵的資訊 當然你手中的持股 我現在不曉得該怎麼辦 歡迎你跟我討論好不好 小老鼠J78 我希望說這個時間 因為最近越來越多的投資朋友 跟我問那個散熱族群的事情 像今天那個騎鴻跌停板 或者是雙鴻盤中殺下了 老師那個這邊可不可以買 我說要去買接棒的股票 不是去買那個在頂 那個高檔 然後在那邊準備要最後面 人家法人要獲利出金的股票 結果你跳進去 不是 要買對股票 現在你要報對股票 後面行情在往上拉2萬的時候 你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不是受害者 好不好 我再強調哦 你買對股票後面行情拉2萬的時候 你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不是受害者 好不好 小老鼠J78 跟我討論一下 你現在手中的持股好不好 那個華城 已經是4根漲停板了 我相信就是說 你看我的景品都會知道 他2月的時候 一開始很難漲停 我在節目上就講過 這檔股票 那個時候還沒有 他到2月 2月底才開始漲停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就講過 我在那個還沒漲停之前 我講過 這檔股票 雖然沒有漲停板 不會漲停 但是這檔股票 他一直在做養空 後面融券 券支比越電越高 所以爆發的時間在什麼時間 2月底之後 慢慢的到3月 你會發現說 政府越討論漲電價 行政院開那個幾次記者會的經濟部長 當然我不要點名 經濟部長開幾次的那個記者會直播 跟你講說 我這個電價怎麼樣跟怎麼樣 幾次了 所以他開始爆發了 所以你要知道說 華城 他是 當然 那個你如果是幾個清代會員 或者是你是VIP等級的會員 我有帶你買一些零股的 你沒有辦法那個駕馭這個股價的 但我都有帶零股 但你特別留意 我要你是好好思考一下 華城他後面會帶的一些中小型股 那個股價是不到50塊的 那些中小型股股價不到50塊的 你現在就要卡位好 不是去再說 我老師這個華城 我那個 已經漲停634塊 很多人 老師你有沒有看800 意思是那個 如果這個800會來 你現在漲停要試駕買是不是 不要這樣 那個高風險操作 如果那個剛好最近這幾天 華城的那個 融券就用完了怎麼辦 好不好 特別留意 我都特別強調 今天的節目特別強調 華城你要抓的是他融券的力道 嘎空力道什麼時候用完 好不好 那當然了 你看我的節目 我們2月就已經重播過 1月18號 那個時候我就跟大家來聊 外資去加碼華城的 好不好 我們上個月就播了這一 這一段的重播帶 上個月 我們播1月份的重播帶的時候 就有告訴大家 那個時候 券支比也高達了5成以上 好不好 這個畫面的截圖 好不好 那當然今天已經就幫大家再去播放了 節目一開場沒多久跟他播放了 那個2月底 我跟他強調 華城他的券支比已經拉到70幾%了 好不好 但是你現在要知道 外資對於華城為什麼會忽然之間 因為華城會漲停板除了 除了五日線 3天之內必有買盤對不對 所以我們已經交過了 你如果追在這裡追500塊的 你早就在上個禮拜 這個長黑棒被避到停損了 你如果去買華城所帶動出來 那一些不到50塊的中小型股 你現在在底部報的牢牢的 特別留意 外資對於華城到現在來講 還是索馬的 所以華城會帶動的那些中小型股 你一定要報好報警卡位好 等著他上來接棒標 好不好 特別留意 那我們會聊到說 你要小心 華城的 熔券軋空力道如果用完了 你要知道要跑 所以不是那個800塊要不要來 不是 剛剛重播畫面你已經看到 華城那個時候 2月底的時候 他是70%以上 對不對 現在華城的那個券支比 已經降到不到50%了 特別留意 所以他現在漲停板是最後面 這一段 是最後面一段 你要特別留意 所以我不是要你跟我會員 幫我會員抬轎去拉華城 不是 我不要你拉華城 我不需要你抬轎 我希望你忠實觀眾要知道 我帶會員賺華城 帶會員賺中興店 後面雅電還會再拉一波 後續他們所帶動帶出來的 是其他不到50塊的中小型股 你現在要卡位好 我的3月份會員 我已經強調了 上個禮拜你看我的節目 一路到現在 我寫3月15號寫幾次 沒關係 後面我們會一一的把畫面截圖起來來算 好不好 那今天3月14了 好不好 你如果再不買的話 就不要說我沒有告訴你 好 那當然華城 我的持股成本 第一波會員是在352塊半 這個會員訊息早就已經公開了 不是秘密 那華城來講的話 這一檔股票 我們的獲利已經要 來到八成了 早就已經是百萬紅包股了 這個早就已經達標了 所以隨時隨地 他融券的軋空力道一結束 我們就要收回資金哦 不要看我的節目買華城 我不要你買華城 我強調很多次 好不好 我的LINE 你有加小老鼠J78 包含了我的YouTube頻道 你有訂閱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相信 我講的這一些重點 你都可以回溯 完完全全沒有在馬後炮 特別留意 不然我就不會有那個重播畫面 把你拿出來講的那麼明白了 好不好 那當然今天來講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今年2024年跨年之後 我們就在1月份就強調了 今年要特別去留意 轉機成長的股票 那我相信 九陽在最近已經完全複製了 去年第四季以來 安國神頓安格這一種 併購私募 然後轉型的個股了 這種標股已經完全複製了 現在來講的話特別留意了 我都已經在節目上講很多次了 我可以這樣一路這樣複製 從安國神頓安格到九陽 我已經問你很多次了 我難道沒有辦法抓到第五檔第六檔嗎 今天盤前 這個新聞 好不好 楊智 重大一個交易事件 重大訊息 好不好 那那個今天暫停交易 好不好 那上面寫得非常清楚 有什麼事情 好不好 那我相信就是說 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已經跟大家邀請過了 你加入我Lite 你也知道說 我連八顆集團裡面 楊智 包含了什麼 現在 九陽 楊智今天已經那個 訊息 重大訊息 已經跟大家 那個特別點到了 人家後面有動作 好吧 九陽這個月 你大家已經看到發酵了 對不對 那後續來講的話 我相信你追蹤我的Lite 從神論集團到今天來講的話 到這個月 你可以看到 連八顆集團也都有動作了 你加入我的Lite 這兩個集團我點名多久 從去年聖誕節過後 一月二月下三月 超過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在二月底 已經跟他邀請了 新安國標股了 我要一檔一檔來複製了 你如果還在發呆 真的太可惜了 好不好 那二月份的會員 早就已經復屬好了 好不好 九陽我們都已經 像閉著眼睛 隨便賣都超過八成了 好不好 那已經有會員獲利百萬了 所以九陽這檔股票 我不希望你看我節目再去買了 好不好 我不要你抬轎啦 我講白一點 九陽這檔股票 我所有持股會員 買的都是在57塊半以下 不到57塊半 比達發認購還要低 好不好 等於說換句話講 我的九陽持股會員 至少閉著眼睛賣 都可以賺五成以上了 100萬進去就是賺50萬了 所以我不要你幫我拉抬了 我直接在這邊告訴你 我已經準備鎖定獲利目標了 一來我就是要賣了 好不好 特別留意 這些都是已經是舊的股票了 這是舊股票 我不要你跟著進來抬轎了 所以我這個概念 已經跟大家聊一段時間了 不要成為最後一批老鼠 我要你跟著我一起來賺下一批 接棒的股票 最後一批老鼠讓別人去當 你跟著我一起來操作 我們賺的是接棒的股票 最後一批老鼠 當然啦 這個市場很現實啦 我們獲利丟出去 然後有老鼠進去接 好不好 你不要 你看我的節目 你不要當那個最後一批老鼠 好不好 所以 我們接下來會再迎接 YouTube頻道 訂閱破萬人 所以我們會有感謝的回饋專案 務必掌握我的LINE資訊 小老鼠J78 也歡迎大家幫助 就要是把YouTube頻道訂閱 早早破萬 我們明天見 摩爾證券頭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節目 本節目 感谢观看